1129年秋,金军又兵分多路向南进犯,完颜踏懒,汉明昌,令军进攻淮南,完颜勿处,汉明松毕,则领,军直接进攻江南,直到赵构所在的临安,杭州,只图一举灭亡南宋,占领整个,宋朝领土,11月初,勿述占领长江北岸河县,金军延长江北岸东进,于立城和公屋江,离建康,不到百里,杜冲向朝廷上报,都市一踩时防守,却身拘捡出不做准备,岳飞入,杜冲请阁,苦,� 也无济无事,听到金军渡江的消息后,杜冲才派都统治陈翠绿玉飞,西方等将关统兵二末登附马加度,又派王王谢,为一末三千人侧应陈翠绿军立战,非率右军,和金国汉军莫夫,常对阵,王王谢却不战而逃,陈翠战死,朱将皆溃,非苦战无援,整军退屯,健康东北的中山,杜冲又气健康,陶朗珍州不久降金,健康失陷,马加度之战后,岳飞决定,脱离杜冲,独自� 转战后方,使岳飞的部下有叛逃者,飞想他们慷慨陈词,师族皆被感动,远随飞作战,杜冲投敌,宋军纷纷溃散,对军中一些北方将领,不远在战,欲推,取岳飞为主帅,一同投金,岳飞甲义阴云,成其不备,拜亲信术人鱼之相斗,一连击拜数十元,非又对重军严肃训诫了一番,众皆亲岳成仆,军心碎定,巫术占领,建康普后,亲帅主力追赶宋高宗,高宗 由岳州逃向明州,最后,又从明州乘船,逃到海上避南,完颜无数,由建康进军,接连攻下利水,广德,安吉,吴州,直取杭州,岳飞则领军,在其后方刺激给予痛击,岳飞显流金帅兵千人叶席立阳,顺利攻克了被金军占领的立阳县城,非亲,自领军转战广德境中,六战阶结,驻军广德军的中村,军粮用尽,将是任机,却不敢扰民,1130年,建言次年,初春,一,新正被溃军� 宝扰,宪令,请月飞来宜兴,说,宪中存粮,可供义莫军是迟十年,二月,飞进驻宜兴,存无章主,这在广德和宜兴,被收将了阴政局混乱门,在当地为匪的多支部队,以及金军强征来的河北,河东等地千军,非不其事,可待他们,为军们都传话说,则月爷爷军征来降妇,非抗金英勇,爱民如亲,宜兴人民感恩戴德,他们说,父母生我爷义,公之宝我也难,二月,金军以周诗浦海,穷追高宗三百里 为货,勿述几口,搜山浅海以帝,纵兵稍略明州,临安等城,携带所掠,全部金银财宝,从大,远河水入并进,京秀州,浙江嘉兴,亭江,江苏苏州等地向北撤退,经过长州时,岳飞率军从,以,新赶来截击,非四战接结,其女真莫夫少主,贝景等十一人,长州截击战之后,非首次得到朝廷召令,命他配合镇江韩市中,从左翼进击金军,四击,恢复健康金军在水陆与韩市中相 时达四十日,被困乌皇天荡,阴间西县策才得以入江,陆路上,岳飞在四月二十五日乌,建康城南三十里的清水亭首战大劫,金兵横石十五里,五月初,飞在建康南面的牛头山扎营,在夜间,一百人赶死队骚扰金军,金军伤亡甚大,务术准备放弃建康,先在城中大肆杀掠和破坏,然后从建康西北的静安镇一城龙湾,向北岸的轩化镇度将飞领其三百步兵二千,冲下牛头山大破金军,近� 又追至静安,消灭了未及渡江的金军,建康得以收复,建康战役,历时半月,岳家军仅斩女真兵九,无律三千,秦获二十多名军官,这是岳家军的首次辉煌胜利,是年岁月,岳飞已归属于前,幼军都统治,这西江东制制使张俊不下,非收复健康后,张俊要把飞派往饶州,恶守江南东西两路,但,飞十分重视,守为健康的战略意义,五月下旬,岳飞心自压戒战俘,去行在岳州,升庭 第一次进宪宋,高宗赵斗,他向朝廷上奏说,建康威要害之地,以选兵固守,陈以为贼弱度将,帝先二者,江东西地匹,一孔重兵,断西归路,飞首相也,陈起义兵守怀,恐怖复兴,高宗看了飞的奏章,陈以为是,虽改变张俊原意,并次,与飞金带,马鞍等物,6月15日,岳飞回到宜兴,在张大年加提词,进中原版大金飞长驱